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因缘冰岩,龚俊,杨幂陆续定装狐妖小红娘月红篇 被溜许久后该剧的正式演员班底也将浮出水面 虽还未正式官宣,但早前被传的演员阵容 在缘冰岩,龚俊,杨幂等人定装后也逐一被坐实 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同时 更是再次被狐妖小红娘月红篇的超强阵容震惊 只因这剧真的是妥妥的全明星阵容 而随着该剧开拍在即已在横店置景 又有新演员加入的消息传来 全明星阵容在天一元 豪华的演员班底变得越发充满看点 陈瑶不演《仙剑六女2》 或客串狐妖小红娘月红篇由徐凯 于舒芯主演的《仙剑六》已正式官宣 腾讯将该剧定级为S家 可见对其给予的厚望 而早前便有传陈瑶将在剧中出演女儿的角色 然而 一六再溜却传出了陈瑶不演《仙剑六》 将去狐妖小红娘月红篇客串的消息 其实 早前就有辟谣说陈瑶并不会参演《仙剑六》 该剧的男二女二还没正式确认 却耐不住她被人一六再溜 而此次传出陈瑶将出演狐妖小红娘月红篇的消息 网友中有不解有恭喜也有惋惜 更是就《仙剑六女儿》与狐妖小红娘月 红篇女配的资源进行一番跌倒 陈瑶饰演的狐妖花月 可爱慧寥 却又是一个悲情人物 而在《贵中美人》中 陈瑶再次出演狐仙狐妃一角 凭借亮丽的妆容 精湛的演技再次征服观众 更是与同剧的狐冰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为此 有花月与狐妃在前 如若陈瑶三眼狐离京 相信在狐妖小红娘月红篇中 必然也会有亮眼的表现 狐妖小红娘月红篇美女寒亮高 妥妥的颜值剧 自然 随着陈瑶加盟的消息传出 狐妖小红娘月红篇的演员阵容也越发神奇 美女寒亮高不说 美男也有不少 真是妥妥的颜值剧 而不少男主女主君在该剧集结出演配角 也是狐妖小红娘月红篇演员阵容神奇之所在 期间 更是能让人梦回仙剑三 也能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梦幻联动 刘诗诗 顾晓婷出演 仙剑三DNA动了 刘诗诗作为狐妖小红娘主夜片的女主 虽被月红篇弯到超车 率先拍摄 却有望在月红篇中客串出场 而郭晓婷被曝将在该剧中出演黑狐一角 也就是雪剑 龙奎 花银可能将在新剧中同框 众所周知 因与蔡易农的那点纠纷 让诗密分道扬镳了多年 此后经历多年 杨密与刘诗诗再次互斗 榨出了不少CP粉 也被戏称为师密复婚 而若是刘诗诗在月红篇中再搭杨密 不知会让多少人尖叫 话重点 月红篇里还有黄志伟 仙剑三演中楼的那位 这还真是凑齐了仙剑三半个主演班底 朱旭丹 王亦飞 戴司 王霄 张云龙加盟 三生三世团队集结 自然 有了家行老板杨密的出演 就少不了家行大礼包的将领 朱旭丹 王亦飞 戴司 王霄 张云龙一将在月红篇中出演 这简直是复刻了三生三世的班底 年二元冰言字不必说 朱旭好的火热还历历在目 琉璃更是她的出圈代表作 而陈都灵一凭借在良辰好景之几何的表现圈了不少粉 虽说斗肖的嫂子事件引来了不少剧粉的不满 但陈都灵凭借该剧无疑刷了一波热度 此外 胡连心虽然是一个新人 却在热剧人世间中有了亮眼的表现饰演逢月 而出道第二年就能担任女主 可见公司对齐的力捧程度 有著靓丽的外形 也有著不俗的演技 是小美女一枚 也未来可期 以上便是狐妖小红娘月红篇的主演阵容 不仅有仙剑三 还有三生三世 更有不少主角团 这也是月红篇阵容被指超强的所在 而这样的全明星阵容 近年来已极为少见 可见 该剧想要打造好剧的决心 自然 冲住这样的演员阵容 早已给人打开月红篇的理由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